看看我手里拿的这是什么 这就是国内千金难买 游戏玩家无不垂涎欲滴的史上最强掌机Steam Deck 哇 能搞到这台神器 真是太让人兴奋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玩一玩Steam Deck 体验一下这个最强掌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Steam Deck的包装可以说是非常简陋 寄给我的小纸盒里面装着一个收纳包和充电器 然后机器就直接放在收纳包里了 我打开的时候机器上甚至还烙了灰 包装里没有任何额外的东西 这个就相当的环保 苹果直呼内行 我们把机器拿出来看看 诶 这感觉好轻啊 诶 真奇怪了 我记得Steam Deck的参数上好像并不轻啊 有670克呢 但是它握在手里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重 它好像并不比那些更小的掌机难以握持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得益于它这两个握把 我去年在Windows掌机视频里吐槽过 这些掌机的握把都做得太小了 拿久之后就会特别硌手特别累 而Steam Deck就做了两个巨大无比特别突出的握把 而且它的设计很符合人体工程学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贴合着我的手掌的 这样一来重量就可以均匀的分摊在手上 这670克可能也就感觉上没那么累了吧 按键布局上Steam Deck刚推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吐槽过这个布局 对吧 那我说实话上手按了之后 感觉这个Dpad的位置确实是有点尴尬 按着拇指很不自然 很不舒服啊 但是好在底下的触摸板其实也是个Dpad 按键默认映射是一样的 我觉得用这个触摸板比你用上面这个十字 确实是要舒服很多了 这个位置更加习惯了 Xbox手柄玩家应该都会把触摸板当成Dpad来用 右边这里倒是还可以吧 这个XYAD键放在右边感觉按起来也挺自然的 我专门试了一下 这个相对位置其实挺接近Xbox手柄的 应该还挺容易上手的 好 咱们先别摸了 既然我的货已经到了 那要不先来好好聊一聊买Steam Deck这件事吧 要想购买Steam Deck 你必须把你的Steam账户切到美区 然后给Steam钱包充钱 国内的平台可以买到Steam的美元充值卡 或者你也可以绑海外信用卡 就可以从官网海淘订货了 然后要通过转运公司给你运回来 当然了 你也可以找一条龙代购 这个我就不推荐了 Steam Deck一共有三个版本 64G的EMMC乞丐版 官网的起价只要399刀 哇 这个就相当于2700元人民币 卖得很便宜啊 简直就是亏本在卖 是吧? 然而 V社作为一个小作坊 它的产能显然是很有限的 你想人家PS5和Xbox都造不出来呢? 你既胖还想幸免吗? 现在排队预定的话 订单已经排到年底了 国内的现货价格更是被黄牛炒疯了 轻轻松松炒到一万块的现货 简直离谱啊 但是有一说一 你要是乖乖排队 按照原价在官网买的话 这个399刀还确实挺香的 除了64G的乞丐版之外 Steam Deck还可以有256G和512G可以选配 256G的中配除了硬盘升级的NVMe之外 其他部分和64G版没什么区别 它会多送你一个Steam的主题啊 头像什么的没啥卵用吧 反而这512G的顶配版皇帝版 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收纳包 会多送你一块擦屏布 更重要的是这个512版独占防眩光玻璃 64和256都是镜面屏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不在乎这一点的话 我最建议选的还是64G的乞丐版 EMMC版 为啥呢? 因为Steam Deck是可以换固胎的呀 你想想 你就是买了这个256或者512 难道就够用了吗? 这上面装的可是PC游戏呀 迟早你也得换固胎的 所以我这次也是有备而来 提前买了一块三星的PM991A 1TB的2230固胎 我们现在就把Steam Deck先拆了 给它换上固胎 顺便看一看里面长啥样吧 Steam Deck拆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外面一圈长螺丝 里面一圈短螺丝 全部卸下之后 我们沿着缝 小心翼翼的把它撬开 就可以把这个机器掀开来了 Steam Deck的内部结构看起来还挺工整的 中间是风扇 还有L型的电池 旁边的主板上覆盖了一个巨大的屏蔽罩 两侧的手柄和配套的电路板 都是模块化的设计 方便维修 它这个散热设计看起来有点像Switch 它的风扇和贝壳的进风口之间存在一些位置差 并不是直接进风的 那我们把屏蔽罩掀开来 底下就是它的主板了 这个主板就是一个非常规整的方形 还挺小巧的 其实拆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换硬盘了 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声音 我们干脆还是把散热拆掉 看看它用的这颗APU好了 拆之前我们先断电 这里就体现出V设的用心了 它在电源排线上还带一个小拉环 而且排线长度是有冗余的 就是为了方便你拆装 好了 我们把这个散热卸下来 这个散热的尺寸相当的迷你啊 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比Switch的散热大多少 事实上这颗AMB芯片的定的功率 也是4-15W的功率 那也确实是Switch的功耗水平吧 对于PC来说那真的是很低的了 底下就是我们的主角了 这颗代号叫做ARIS或者叫梵高的APU啊 这是颗Zen2架构的CPU 4核8线程 基础频率2.8G 单核最高3.5G锐频 搭配一颗8CU的RDNA2核弦 最高1.6GHz的GPU频率 正好可以提供1.6T的GPU浮点算力 它配套内存是16GB的LPDDR5 5500MHz的速率 不得不说这颗APU的封装是真的小 也算是定制芯片的一个好处吧 这个封装就非常节省主板的空间 实际上你仔细看芯片上面 还印着V设的Logo呢 哇 这是高定啊 妥妥的主机级待遇是吧 太有排面了 此处必须at老任和老黄啊 不过这颗APU虽然封装小 但是核心面积并不小 即便用了台积电7nb工艺 它的核心面积也达到了163平方毫米 比起Switch上的Taguar差异大出了一整圈 也要比像M1或者英特尔的165G7这些来得更大一些 略小于6800H吧 V设的这颗定制APU到底性能如何 我们待会做测试 但是现在呢 我们先把这个固态给换上去再说 把系统装上去再说吧 其实整个拆装机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能够感觉到V设在这台机器上的用心 包括方便拆卸的电池排线设计 所有的排线设计 包括所有的组件都是模块化的设计 很方便维修 包括整个拆卸的过程中 只需要一把十字罗的刀就可以搞定 内部的结构也不是很复杂 也包括固态也看到的都是可以更换的 虽然说这个官网上写着不能换 可能是不想劝退买高配的人吧 但你想换肯定是可以自己换的 反正Steam Deck在内部设计上 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 非常讨好发烧友 装上新的固态之后 我只要用V设在官网上提供的镜像 写一个SteamOS的恢复盘 就可以重装系统了 好 轻轻松松 你看我们就拥有了一台1TB容量的Steam Deck了 接下来就该聊一下这个机器的体验了 首先就是它的系统 虽然理论上是一台PC 但是Steam Deck并没有使用Windows系统 而是搭载了V设专门为它设计的SteamOS 3.0 现在已经更新到3.2了 这个定制系统和Windows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它本质上是基于Arch Linux 但是V设给它做了一套非常人性化的UI 从一开始它就是基于手柄和触屏的操作逻辑打造的系统 图标大 字大 导航方便 你可以快速找到想玩的游戏或功能 一种主机般的开箱急用感 贯穿这个系统的始终 相比之下 Windows系统的掌机想要玩游戏 你就必须得先经过这个界面 对吧 你还别说 我就是不想看到这个界面 我自己玩Windows掌机 最后的归宿都是进到Steam的大屏模式 对我来说 这个系统界面对于玩游戏的便捷性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然后当你不想玩的时候 锁屏它就超低功耗待机去了 想玩的时候 你再解锁 游戏就立刻恢复了 它不会跳回桌面 也不会有所谓的深度睡眠 不管你锁多久 游戏都是可以直接继续的 给我的感觉它的操作逻辑也好 行为也好 都更像一台Switch 而不是一台传统PC 可是相比Switch Steam Deck又多了一些PC的可玩性 比如说你要是真的想把它让PC来用的话 其实它在关机菜单里藏了一个Arch Linux的传统桌面 其实你平时不需要用到它 但是如果你想用的时候 是可以切过去的 这就变成一台标准的Linux PC了 在这个桌面下 你的触摸板就真的变成了触摸板 滑过的时候甚至还有嘎啦嘎啦的震动声 哇 爽的一批啊 然后Linux PC能做的事情 这台Steam Deck都可以做 我装其他的应用商店 装非Steam的游戏也没问题 你甚至可以拿它办公啊 或者撸代码啊 或者甚至剪视频 再比如这Steam Deck的游戏内菜单 里面也藏了很多发烧有狂喜的小功能 你可以随时调出详细的性能监视器 这是自带的性能监视器 查看CPU、GPU、电池、散热情况、频率 这就是自带的RTSS 你还可以随时调控它的性能 你可以直接在菜单里锁针和修改刷新率 尤其是实时修改刷新率这个功能 真的非常有用 因为Steam Deck可能跑一些大作物 它跑不到60帧 但是锁30帧你又觉得太卡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固定40刷新率 全是同步 就可以让你获得一个在这块小屏幕上观感足够流畅 并且非常稳定的游戏体验 这个比起你在60Hz屏上跑到不稳定的40帧 效果要好很多呀 包括在这个菜单里 你也可以开启全局的VRS可变着色来提高性能 你也可以随时修改这颗APU的TDP 利用好TDP 你就可以很精确地控制它的续航了 甚至它还允许你直接调节显卡频率 然后底下这个最牛逼的功能 全局FSR 就问你爽不爽 所有这些设置你可以全局生效 也可以给某个游戏定制专属的配置文件 真的是发烧有狂喜呀 你想想这些功能居然是V社官方做出来给大家用的 这比各大主机厂商真的是开放多了 比起PC厂商调控起来又更方便 都是一键直大的不用切来切去 如果你觉得GPU给你这些权力还不够的话 你甚至可以给这个菜单装插件 得益于ThinDeck的热度很高 再加上它基于Linux 自由度也很高 有很多发烧友社群愿意给它开发第三方的插件 比如这个Fantastic就可以设置手动的风扇曲线 也可以画自己想要的风扇曲线 点几个点就可以生效了 像Power Tools就更牛逼了 它可以实时开关超线程 实时关核 然后可以控制你的CPU锐屏 GPU的电源策略 这能玩的花样还不少呢 其实这个有点像Switch破解机上的特斯拉插件 但是和老刃不一样 激胖是鼓励你折腾的 刚刚吹了这么久 是不是感觉我对这个系统赞赏有加呢? 我确是挺喜欢这个系统的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首先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Steam的网络 众所周知 在国内用Steam的网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连不上是常态了 Steam Deck也不能免俗 因为它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基于你的Steam账号的 那你就要经常去和服务器同步了 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路由器里开加速 我的路由器里有装网易的加速器 那这就还好办一点 如果你折腾不来路由器的话 那可能就得想别的办法了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稳定性了 其实在我们拿到Steam Deck之前 V社已经推了好几版更新了 我专门去看了一下首发评测的视频 很多的bug在我这台机器上已经不会再浮现了 应该说V社还是有在干活的 但没有权去度假 但是依然没法保证完全稳定 我在用Steam Deck这一个礼拜里面 仍然还是遇到了一些bug 其中不发一些恶性bug 比如我遇到过2077里面 它整个界面就动住了 按什么键都没用 电源键也都失效了 这个就还挺恶心的 比如说我被卡在过logo的界面 体验到了屏闪和白屏 还有我在很多的游戏里面 如果接上鼠标的话 操作鼠标就会直接陀螺了 这个似乎不太聪明的样子 反正V社这种小作坊做的东西 bug肯定是少不了的 不过比起首发那会儿的半成品 现在这个状态已经稍微好点了 第三个缺点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和Steam Deck兼容的 我们库里的游戏都是Windows游戏 而Steam Deck装的是Linux系统 你是不是注意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呢? 这Windows游戏要怎么跑在Linux上呢? 其实是借助了V社开发很多年的转译层Proton 这个Proton是基于Wine改进出来的 我们在PS4装Linux那期视频里有聊到过Wine 相当于是把运行Windows游戏必要的库搬到了Linux上 然后还包含API的转译叫DXVK 顾名思义就是让DirectX转换成Vulkan让显卡去运行 那我们就能在Linux上玩到Windows游戏了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套娃呢? 但是经过V社多年的耕耘 其实Proton的效率还是挺高的 兼容性也很不错 我库里的绝大多数游戏都是可以运行的 V社也有一个兼容性列表 通过兼容性列表的游戏都会标注在页面上 而且很多游戏哪怕没过验证也不代表不能玩 可能是因为会弹窗啊 或者要登录微软账号啊 要装阿星启动器啊什么的 V社把这种定性为不良体验就不能通过验证了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但是这不代表没有例外了 也有的游戏是完全不兼容的 我玩的最多的一个游戏3D Mark就完全运行不了 哎呀搞得我们跑分大坏都得去Windows底下跑 烦死了 还有你们很多观众想看的这个Mira 这个也是运行不了的 不过缺点归缺点 经过我这么多天体验下来呢 我感觉这个Steam Deck总体上给我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它是能称得上一个完成品的 尤其是它的实际游戏体验 有的时候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不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玩一些游戏 给你们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吧 首先我们就来挑战一个很角色 赛博朋克2077 你应该很难想象这个小机器能玩得动2077吧 嘿嘿 我们来玩一下就知道了 进游戏我们先改画质 你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地方了 2077更新之后 画质选项里多了一个Steam Deck画质 你现在可以选低、中、高、超高以及Steam Deck画质了 哇 这是专属的画质预设 咱们上来也不用自己调 直接用这个就完事了 这算是Steam Deck很大的一个优势了 就是预设对于这些游戏厂商的号召力 能给你做专属画质那真是主机级待遇了 那这个专属画质跑起来怎么样呢? 我们直接什么也不改 进游戏 我发现它这个专属画质好像开得有点太高了 帧数并不是很理想 晚上开车这种压力大的场景 有的时候只能跑20帧出头 这表现不太行 其实你看它这个专属画质里面 好多选项都开到高了 这个就是中高画质 也太自信了 给我的感觉它可能针对的不是原生800P的分辨率 要不我们降低一下它的渲染压力 给它开一个质量档的FSR看看好了 现在游戏就可以稳定的跑到30帧以上了 而且这个定制高画质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晚上夜之城在这个小屏幕上看着 挺像这么一回事的 这个画质是不错呀 不过我觉得我还能再优化一下 根据我们的经验关掉一些不明显的效果 像是体积物体积云特别开销大的效果都可以降低一点 然后我们把FSR开到平衡档 我们优化完之后 游戏的帧率就已经可以跑到45帧以上了 与此同时这个画质还算可以接受呢 是不是还不错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菜单里的刷新率和帧率限到40 这样的游戏的流畅度其实会比你解锁让它跑到45流畅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整个SoC总共就只有15W可用 你锁针之后GPU的负载下去了 它的功耗就可以分给CPU用了 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零星的卡顿了 毕竟这个4核增2的CPU还是有点弱的 如果频率给太低 那跑这种开放世界游戏 你就会时不时的出现卡顿 你看到没 现在我们锁了之后 CPU频率全程都可以跑到3GHz以上了 游戏玩起来你看是不是挺顺滑的呢? 稍微调教一下 这台Steam Deck也能有一个不错的2077体验了 是吧? 另一个我觉得特别适合这台Steam Deck的大作 就是战神了 我们跑800P原生分辨率 哪怕开原始画质也完全没有问题 全程都可以保持在30帧以上流畅运行 哇 这画质你看看 超级清晰 超级舒服 就真的是涨上主机的感觉 战神优化还是要比2077好一点的 尤其是我们还有一个杀手锏没用的 战神最近已经更新了FSR2.0 诶?我们可以降低一些画质 开一个FSR2.0平衡档 此时的渲染分辨率会降到754×472的分辨率 如果你大幅晃动的话 还是会发现人物的边缘会有比较明显的围影 这个就是FSR2.0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整体的画面观感还算不错 总体还是很清晰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帧数已经可以奔达到40多帧 甚至接近50帧了 游戏运行起来流畅了很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锁一个40的刷新率 诶?这个体验是不是就非常棒了呢? 涨上战神玩着又流畅又清晰 咱们CPU和GPU的功耗加起来却只有不到10瓦 这不禁让人感叹科技的进步呀 2077和战神都能玩了 老头环也就不是很难了对吧? 我们800P原生分辨率甚至开到高画质 即便是比较复杂的血缘场景 也能够全程跑在30帧以上 这个时候的画面是不是极为清晰锐利呢? 你看这效果相当不错吧? 开个锁帧 你就可以享受非常稳定的30帧游戏体验了 这全分辨率高画质都能跑30帧了 那60帧老头环还不是轻轻松松吗? 降点画质行不行? 我告诉你 60帧反而很难做到 就算我们降到最低分辨率800×500 所有画质拉到最低也都只能跑到40帧 还不能保证完全稳定 其实这个时候你再去降低画质已经是没有用的了 因为跑不到60帧的瓶颈完全是在CPU上的 你看看没 我们现在的CPU已经顶满3.5G在跑了 GPU倒是只跑到900M 这个压力并不是很大 这个时候我们要是关一下CPU锐屏 你看这帧数立马就掉下去了 也就是Steam Deck上的这颗4核Zen 2 CPU只够老头环跑到40帧 要想跑60帧 你必须要用更强大的CPU 包括刚刚那两个游戏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 跑30帧其实是很轻松的 但要跑60帧还是挺困难的 给我的感觉吧 好像V设在设计特效配置的时候 定的目标就是让这些大作跑够30帧就行了 它强大的GPU 甚至允许我们开非常非常高的画质也能跑到30帧 但如果你只想跑60帧的顺滑 哪怕你愿意牺牲更多的画质 它也很难做到 这点倒是和PS4有些异曲同工吧 这个问题在未来我觉得只会更加严重 因为Steam Deck上玩的都是PC游戏啊 PC游戏的驱动开销和主机游戏没法比的 以后CPU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一想这Switch之所以能用这么烂的CPU玩各种大作 说白了不全是靠优化吗 开发者必须尽全力努力去降低它的驱动开销 不然它的游戏根本没法登录Switch 诶 是吧 而现在Steam Deck上所谓的专属画质 其实也只是一个精选PC画质而已 游戏又不可能从底层上专门为它做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颗CPU最终会影响Steam Deck体验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非你愿意接受这些大作全都跑30帧运行 但是说实话和续航比起来 这30帧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而Steam Deck的电池也就40W 这意味着在Steam Deck上玩这些3A大作 你需要忍受非常短的续航时间 比如老头环如果开800P高画质不锁帧 你的整计功耗会达到26W 差不多只能玩一个半小时吧 哎呀 这一个半小时还不够我打一个BOSS的呀 为了延长续航我试着调了一下 降到最低分辨率最低画质锁30帧之后 我们再把TDP限到8W 这样我们总算就可以把整计功耗控制在13W了 相当于是玩3个小时多一点吧 真勉强能接受 这就相当于是首发版Switch玩塞尔达的续航嘛 对我来说还是稍微有点短 那如果你玩的是独立游戏 要求不那么高的游戏的话 它的续航倒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 我试着玩了一些2D游戏 整计功耗确实可以控制在更低的水平 但也得有7W左右了 也就是不到6个小时的续航嘛 哎呀 感觉还是有点短 如果是Switch玩2D游戏的话 那可远远不止这点续航 这差远了 是吧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实际玩Steam Deck的时候 反而不会去玩那些3A大作 我更多的时候都在玩一些Steam库里的独立游戏 还有一些老游戏 因为Steam年年打折嘛 那我的库里囤了很多好游戏 但是我一直没什么机会去玩 我发现Steam Deck真的很适合玩这些轻量化的游戏 它这个手感又舒适 流畅度也不错 对吧 续航呢 这个勉强能接受吧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能够让我重新聚焦回游戏本身 我不用去折腾太多东西 随手一拿起来想玩就玩嘛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像Switch一般的感觉 但是Switch可惜它上面的游戏卖得太贵了 很多的独立游戏还没有在Switch上发售 而且现在Steam Deck反而能够弥补缺口 毕竟Steam可是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独立游戏库呢 除了Steam上的游戏之外 我也试了一下非Steam的游戏 像是原神你也是可以在这个上面玩的 只不过装起来的方法不太寻常 国际服可以下载一个第三方启动器 这个叫An Anime Game Launcher 它长得和官方启动器一模一样 但是里面会帮你配置好Wine和DXVK这些转移层 用它装好原神 你就可以把游戏放进Steam里启动了 这个东西国附目前我试了一下还用不了 想玩国附就只能手动设置Wine 或者用Windows来玩了 至于原神在Steam Deck上的性能 我体验了一下感觉不太行 哈哈哈 我跑的是720P的低画质和手机上的画质其实差不多了 但它并不能跑到全程60RM 基本上只有40多帧50帧的水平吧 随便走个几步就会小卡一下 这个表现可能也就和一些安卓手机差不多吧 我一开始担心是不是它的CPU性能不够了 结果我后面还装了Windows 试了一下Windows版的原神 这套硬件倒是跑得非常顺利 Windows下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甚至800P的原神分辨率 我们开中画质也能跑60帧流畅运行 考虑到原神并没有登录Steam 它没有获得Proton的官方支持 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意料之中吧 很可能就是Linux转译的问题了 另外你在Steam Deck上玩原神 有一个不错的功能 就是这个陀螺仪瞄准 配合手柄 射箭的时候还挺方便的 这个该与玩家狂喜啊 除了PC游戏之外 我们这次其实也玩了一些模拟器 其实SteamOS对模拟器非常友好的 V社甚至在桌面模式集成的硬幕商店里 给你挂出了各大模拟器的园 它就知道你要玩模拟器 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一键就能安装 但是对于Steam Deck来说 我们玩模拟器 其实可以用一个更好用的工具 叫AMU Deck 这是一个专门为Steam Deck开发的 模拟器安装脚本 可以很方便的下载管理模拟器 然后应用最适合Steam Deck的优化设置 可以帮你省掉很多麻烦 包括它也可以帮你把主机游戏放进Steam库里 看着就跟原生游戏一样 那我们简单的就不是了 PS2、V那些玩起来都没什么压力 我们直接来玩高难度的PS3模拟器 Steam Deck能不能玩而动PS3游戏呢? 这就取决于游戏的复杂程度了 像是P5这种效果比较简单的 玩起来就完全没问题 我们玩P5的时候 全程都能以原始分辨率30帧流畅运行 基本可以达到PS3原机的游戏体验了 但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游戏 它玩起来就有点困难了 像这个神海2 前面CG播片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流畅的 让我误以为Steam Deck甚至能玩这等大作呀 结果后面实际演算一出来 原来前面是个CG 实际演算就记了 游戏帧数就只有个位数了 显然是玩不成的呀 Steam Deck这颗4核CPU 对于这种高要求的PS3游戏来说还是太弱了一点 然后我们也试了一下WiiU模拟器 塞尔达荒野之兮 很多人想看这个 这个在Steam Deck上跑的效果居然还不错 720P基本上能跑个30-40帧了 只要你编译完了着色器 这个游戏就是很流畅的一个体验 说实话还挺出乎我意料的 我本来以为4核CPU2跑不动荒野之兮 没想到表现还行 到不了60帧 但是能玩了 要不我们再来试一下模拟Switch看看吧 Steam Deck跑Switch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有一些比较容易跑的游戏 比如马里奥奥德赛 它是可以以60帧运行的 但是有一些就比较困难了 像一人二这种就会频繁的卡顿 偶尔能跑到30帧嘛 但是你一旦探索起来 经常性也会掉到20多帧 体验并不是很好 这个瓶颈主要也是出在CPU上 频率其实已经快顶到头了 但奈何规格有限 架构也比较老 CPU就差口气嘛 Steam Deck跑模拟器的体验倒也称不上很完美 但是我们挑战的也确实都是一些比较新的主机了 难度本来就很大 它能玩得了其中一部分 我觉得已经是挺厉害的了 如果玩一些老机器的话 以它的性能是完全没问题的 甚至你跑一些旧时代的模拟器 Dreamcast甚至还能跑个超材 开个4K什么的 好了 本期视频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来了 我能不能给这台Steam Deck装Windows呢? 肯定是可以的 只不过现阶段V设的引导做的还不完善 你没法在同一块盘上实现双系统引导 要想装Windows呢 你就必须得先把Linux给清了 这显然就不太实用了嘛 V社说了 它双引导还在开发当中 可能以后会有 但是现在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有一条弯路可以走 就是把Windows装在TF卡上 而且你还不能直接装TF卡 你得把这个TF卡先做成Win2Go它才能认 好在驱动方面V社有提供比较完善的支持 装Windows的话 芯片组 显卡驱动 还有WiFi 蓝牙的驱动 音频驱动 全部都有 而且V社最近也给系统更新 加上了FTPM的支持 意味着咱们Steam Deck已经可以装Windows11了 我们这次装的就是Windows11 既然把Windows装上了 我们就先来干一件事吧 跑分啊 我刚刚还没跑过分呢 这怎么行啊 所以我就先装上了这个3DMark 咱们先来看看它这颗8CU的RDNA2核显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能水平 Time Spy的得分好像并不算很高 1557分和Intel的XC核显其实也就差不太多吧 高于Vega8 但是比680M要低不少 就算是6CU的660M核显 成绩也要比Steam Deck这颗8CU的APU稍微高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它的频率定的比较低 但与此同时它的功耗也控制的比较低 这个1557分的全程 整个SOC功耗都限制在了15W以内 那如果大家都限制在15W以内的话 XC核显大概只能跑1300分吧 Vega8就只有跑1000分出头了 还是要比这颗RDNA2的APU逊色一些的 这毕竟是一个续航优先的掌上设备嘛 咱们肯定是要看能效的对吧? 从这个方面来说 Steam Deck的核显表现还算不错 那么好玩的问题就来了 它能不能干翻我们手机上的GPU呢? 我们跑了一下3DMark的Wildlife Extreme 对比手机的芯片 这颗核显其实理论性能上半斤八两吧 2700多分要比8G1强一些 但是不抵5核满血版的A15 当然了 Steam Deck毕竟是一个主动散热的机器 它有风扇嘛 极限性能也许和手机差不多 但要论稳定性那肯定是没得比的 咱们压力测试跑出了98%以上的稳定度 相比降完屏的iPhone还是强了很多的 GPU的表现还算可以啊 但是CPU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Cinebench R23单核跑出了997分 多核4367分 4核正2架构的CPU确实不太行 可能还打不过五年前轻薄本上的8550U 它甚至还未必比得过一些手机的CPU 我也跑了一下Geekbench 5 单核851分 多核3724分 这个多核也就跟8G1差不多吧 单核就865的水平 虽然说跨平台的Geekbench对比 咱们仅供娱乐并不是很严谨的 但是你大概也能感觉到 CPU性能确实好像不是特别给力 跑完分之后 我们就该玩点游戏看看了 在Windows上玩游戏 是不是能比Linux跑出更强的性能呢? 很抱歉 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 我们实测了一下 在Steam Deck上装了Windows之后 大部分游戏的表现都不如SteamOS 而我们在Cyberpunk 2077里 SteamOS的性能领先了Windows10%左右 对于一款40帧的游戏来说 那就是高出4帧的差距 这差别挺大的 仔细看调度你会发现 在Windows下 这颗APU里的显卡会更频繁顶到1600MHz的频率上线 但与此同时 CPU却得不到足够的功耗 只能跑在一点几机的低频上 在这样一个存在CPU平静的情景下 显卡却在不停地抢CPU的功耗 反观SteamOS这边 资源调配更加合理的 至少它给CPU留了一定功耗 好歹能跑两G盒子了 这个流畅度的差别还真是挺大的 大表哥2这个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Windows底下几乎GPU是全程都跑在很高的频率 这使得CPU无计可施 只能大幅降频 而SteamOS的调度就要合理很多 GPU适当降频 给CPU留出功耗 最终也是带来了更高更稳定的帧数 老头环的情况稍微有一些不同吧 Windows这边其实平均帧数是要略微高于SteamOS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Windows这边的游戏看起来 是不是更频繁的会出现卡顿掉帧呢? 还是帧时间不够稳定 甚至有一次直接就给我卡死了 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 资源分配不太合理 导致CPU的频率上不去 老头环是一个很吃显卡的游戏 所以多出来的GPU频率确实提高了一些帧数 但是在我看来 帧时间不稳定才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其实APU抢功耗这个事儿 并不是Steamdeck独占的 因为在6000系的Ryzen上就已经很严重了 嫖哥就天天跟我抱怨那个幻十三 GPU频率跑太高了 他想降频都降不下来 因为Ryzen Adgest还没有支持6000系的条件 这个问题在Steamdeck上只会更加严重 因为它这个CPU总共就只给了15W的总功耗 你随便抢抢就没了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SteamOS的调度和优化 看起来好像V社确实要更熟悉这颗APU的 习性吗? 或者这叫啥来着? XP吧? 对吧?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Linux下更强的 我们之前试的原神就在Linux上有转译效率的问题 包括也有像地平线5这样的个例是Windows的帧数略高一点的 这倒看着不像是资源分配问题了 因为哪怕两边跑一样的GPU频率 Windows这边帧数也还是要来的更高一些 这个是微软加成吗? 这不就不知道了 没准也是Linux转译的锅呢? 不过SteamOS在玩地平线的时候仍然有一个优势 就这种大作 Steamdeck都会在进游戏之前提前下载着色系缓存 我们进游戏之后直接就可以玩 就算你改画质也能立即生效 而Windows这边你只要一改画质 或者你第一次玩 都要等待一个漫长的优化过程 哇 地平线这个优化等了我十几分钟啊 哇 这个非常的不合理 我记得我以前在英特尔核显机器上玩这个游戏 也要等很长时间的优化 就特别淡疼了 另外在Windows上还有一个特别出乎我意料的特性支持 就是光追 嘿嘿 这玩意儿 它是能跑光追的 而且只有在Windows下能跑 Linux上是不支持的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呢? 嘿嘿 就是这个帧数比较感人 反正 图一乐吧 这个大概是AMD发布过的最烂的光追显卡了吧? 其实不是的 最烂的光追显卡是这个 这个也支持光追 不过这玩意儿咱们就以后再聊了 这样看起来就算V社给了你装Windows的权利 其实我也不太推荐你去换成Windows 人家Steam OS用的挺好的 你把它换了干嘛 顶多你就装一个Win2go的SE卡 需要的时候临时用用 那就行了嘛 好了 我们今天真的是里里外外的把这台Steam Deck扒了个遍 相信大家也已经很熟悉这台机器了 Steam Deck显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一方面Steam OS的系统仍然有打磨的空间 Bug也好 功能也好 目前还有欠缺的地方 另一方面从硬件性能上讲 我也很难给它一个完全正面的评价 这颗APU的设计对于主机来说可能非常合理 然而Steam Deck玩的那都是欠优化的PC游戏 CPU性能就会成为绊脚石 或许Steam Deck能玩几乎所有的大作 但是想要爽玩60帧还是比较困难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形态的设备 续航仍然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实在不像一个掌机应该有的续航 这不光是Steam Deck要考虑的问题 也是所有这种PC掌机都得面临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狭不掩鱼吧 Steam Deck仍然是我近三年以来最喜欢的一台PC设备 因为它给我带来了PC上前所未有的独特游戏体验 它让我看到了 PC的可玩性和主机的便捷性是可以结合的 也让我看到了V社对待玩家的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这Steam Deck其实就是V社写给玩家的一封情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怎么样 我们这个Steam Deck的稿子已经有一万字了 做得非常长 觉得这期视频内容还不错的话 千万要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记得也分享一下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最后也别忘了来我们极宽的店 看看我们新上架的显卡徽章 超酷的设计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